那你在台灣到出國的這段期間 你可以做什麼或者是你該做什麼 它可以再不用抽工作簽的情況下 在美國工作多久 現在要來這個學校可惜了 你又希望你可以保留學校發給你的這個offer 拿不出來啊然後最後拿不到簽證 價格可能可以差到兩倍多 簽證是有規定你的入境時間 嗨大家我是馬他 今天呢是這個新系列的第一集 沒有錯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就是兩年多前我曾經在頻道有分享過 申請美國碩士的Q&A 以及有整理40頁的PDF圖文解說檔案 給大家就算是一個非常手把手的教學 快兩年過去了 現在我就是已經來紐約半年多 然後有工作有生活的經驗啊 我覺得是時候來跟大家分享說 當你已經拿到美國學校的offer之後 那你在台灣到出國的這段期間 你可以做什麼或者是你該做什麼 以及你剛來到美國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生活小撇步經驗分享 我可以整理給大家這樣子 所以這次呢我就打算把這所有的東西 整理成可能8到10集 然後每個月會有一支影片 那同時間呢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相關的事情 就是去年底開始我就有在進行我自己的LINE社群 然後那個LINE社群主要是分享我在美國生活的大小事啊 申請工作的經驗談啊 以及分享我的履歷以及作品集 同時間呢這系列影片的所有主題都是 我在那個LINE群主要徵求大家意見啊 甚至直接是把大家丟出來的問題轉成影片主題來 分享解答給大家 那一樣的我這次拍攝的所有影片主題都會有PTF的圖文解說版本 然後我目前呢也只打算提供給有參加LINE社群的成員 所以如果你對於加入這個LINE社群有興趣的話 歡迎follow我的IG帳號 然後我每個月底呢會在限時動態po出說 喔現在可以申請加入這個LINE社群了 你只要完成一些簡單的步驟就可以輕鬆加入 好那就趕快進入我們今天的影片主題吧 Let's go 那今天第一集呢就要跟大家分享說 欸我在台灣收到美國學校的offer之後呢 你到底應該要做什麼 然後我今天就是列了五大方向 大家可以一步一步的去確認說你有沒有做到這樣子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你要去確認說 你是不是真的想要去念這間學校 坦白說我來這邊之後我真的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人 他們是很不滿意自己系上的課程啊 或者他們很不確定說 念這個在美國到底好不好找工作 因為出國就是一筆非常大的開銷了 所以如果你既然要花這個錢 既然你要來這邊 那你就一定要有八九成的把握說 你來了之後你是可以過得開心 那這邊就提供幾個方法 給大家去辨別說自己真的是不是想要來這個學校或科系 首先第一個 你當然就還是要確認系上的課程內容啊 質疑資源是不是跟你所想像中的一模一樣 那我知道學校的網站都會寫得很籠統 所以我這邊其實很推薦大家上 像youtube啊或者是小紅書 小紅書是一個中國的app 它有點像中國的instagram 然後上面有非常多的中國留學生會分享他們自己在 國外求學的經驗啊 學校的program怎麼設計啊 環境好不好啊等等的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請大家直接去找可能正在念那個program 或者是近幾年曾經就讀這個科系的學長姐 直接去跟他們約一個時間 現場聊聊天 聊聊他們的感受 聊他們對於這個program的感想是什麼 如果你沒有辦法從youtube或者是小紅書找到這樣子的人 你就直接上link in 因為在link in上面所有人都會放向自己 從哪個學校哪個科系畢業的 所以這種方式就是絕對絕對讓你找得到在那個學校就讀的人 然後當然也不要覺得這件事情很麻煩 因為我覺得你花這一兩個小時 跟你花大概快兩三百萬來這邊念書 就是你懂嗎 就聊這個天真的可以讓你更安心 然後也更有把握說你現在要來這個科系是你喜歡的 以我自己的例子來說 我當初來紐約大學念intergral marketing之前 我就知道這個科系的難硬度就不是很高了 它就是以報告討論為主 然後不太會有那種要讀很多paper啊 寫論文的一些課程出現 但同時間呢 因為它是隸屬於我們學校SPS學院 它就是一個給就業人士念的一個學院 所以它的職涯資源相對起來就會比較豐富 那也是因為我事前有先跟這邊的學長姐 以及有上網做一些功課 好來這邊念它的確能夠提供我比較想要的東西 我才下地均心要來的 那再來呢你就是要確定說 你這個科系BA之後有多長的OPT可以在美國工作 那我快速講一下OPT簡單來說就是美國有規定所有學校的所有科系的人 他從這邊畢業之後 他可以再不用抽工作簽的情況下在美國工作多久 那通常短的話會是一年長的話會是三年 那三年的科系通常都是那種computer science啊 business analytics啊或者是engineering那種 我認為技術含量比較高的科系才會是三年 那像我行銷就是只有一年 黑字白字你在網路上非常容易查到 我的科系只能有一年的OPT 其實我在來之前就知道了 但是因為我本來就蠻習慣遠端工作 然後我也蠻嚮往在世界各地到處工作的 所以我當初是覺得說好那如果我最後沒有辦法抽到工作簽 我到不了我就換個國家到其他地方我也OK 所以我並沒有那種一定要留在美國的想法 同時間我也覺得紐約比較容易累積到來自世界各地的人脈 所以這是我為什麼最後選擇來NYU的另外一個原因 那最後一點就是我其實很常收到 有些人他收到offer之後跑來問我說 到底應該要先工作還是要先念碩士 這是我個人潛見啦 但我會說先工作隔可能一兩年 因為我自己就是先工作了一年才來 然後我得很誠實的說 那一年真的讓我對我的未來質疑有想法非常多 我知道說我想要做什麼樣類型的工作 以及在什麼樣的環境工作 如果你真的只是覺得很想要趕快飛出來開心的話 那我得坦白跟你講 我覺得在異地生活其實沒有這麼容易 那種出國的開心以及新鮮感 其實都還蠻短暫的 那在第一階段你扪心自問結束之後 你發現好你現在不想要來這個學校科系了 你想要先工作啊 或者是你想要嘗試再申請你更有興趣的科系 但同時間呢你又希望你可以保留學校發給你的這個offer 那你就可以跟當時的我一樣 跟學校申請你要defer延期入學 這件事情其實在國外還蠻常見的 就是很多人會有各種不同的原因 所以他們就需要晚一年再入學這樣子 所以其實每個學校都有清楚列出說 到底要怎麼去defer入學 那我這邊就以NYU為例好了 簡單來說你就是上你的官網 直接去搜尋說 How to defer 通常它會出現在FAQ的那個section裡面 它要我先接受學校發的這個offer 然後接受之後馬上會跳出說 我是否要defer 那當我選了defer之後 它就會再跳出學校advisor的聯絡方式 那我就要寄信去跟大家說 欸我要defer 那我要延期入學的理由是什麼 OK所以這個時間點其實最重要的是 你要用什麼理由去跟學校說你要延期入學 因為我也有聽到一些例子是 他們被學校拒絕defer 然後學校說如果你今年不來入學 你明年要再來的話 你就是得重新再來申請一次 我當時呢就有上網說 我搜尋說怎麼樣增加學校接受我延期入學的機率 那簡單來說 你就是要說服學校說 你現在晚一年入學 但是你會變得更好 所以明年你在入學的時候 你是可以帶來更多貢獻給這所學校或這個可喜的 我當初的理由就是說 我前面四個月要現在台灣服兵役 因為這是所有台灣男生必須做的事情 然後後面八個月呢 我已經有在尋找新的實習機會啊 我會增進我在行銷這方面的實力 所以等我一年之後再去NYU 我是可以為這個program 帶來更大的貢獻 之類的 反正你就是要用這種方式去說服你的學校 反正如果你在門新自問之後 你就確定你要來這個學校念書的話 那你就立刻要著手開始準備 跟台灣AIT這個機構去申請美國簽證 那關於申請美國簽證的過程 其實還蠻融場也複雜的 但大家完全不用擔心 因為網路上真的有超多 詳細到不行的手把手教學 我會把我當初參考那個網站連結放在資訊欄啊 然後這個網站它有四篇文章 它就是從你要去哪裡填資料怎麼填 甚至你每一格資料的答案該是什麼 它都已經寫上去了 因為其實所有人要填的答案都大同小於這樣子 所以你只要照著那個順序看 你就完全完全不會出任何差錯 那我這邊呢有另外三點事情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就是為什麼我說立刻 是因為其實你在跟台灣AIT這個機構面試美國簽證之前 你是需要先跟你的美國學校申請一些文件 以及你要線上填一些資料 那大家知道就是美國跟台灣有時差 然後美國的辦事效率就是很低 他們有很常有很多什麼假日啊 所以為了避免掉那個台灣面試美國簽證的高峰 大概就是暑假 可能一到三月拿到offer的時候 就立刻開始跟美國申請那些資料 然後拿到資料之後呢 就去跟台灣AIT申請說你要面試美國簽證 然後第二點呢 就是真的很多人會擔心說去AIT跟那個面試官 因為通常都是外國人跟他們面試的時候 會不會拿不出來啊 然後最後拿不到簽證 我跟你講真的完全不用擔心 我跟大家講我當初也是很緊張 我還把所有網路上面的題目 自己寫一份答案 然後還在那邊練習很久 結果我去的時候 他只問我要去什麼學校跟念什麼科系 然後他就說我可以走了 我跟你講我當下真的是大傻眼 我還有點生氣你知道嗎 我就想說哈囉我在那邊rehearsal那麼多次 結果你就只問我這樣子的題目 我在想可能是國際學生真的沒什麼好問 尤其是如果你跟我一樣就是以前就是在台灣念大學 那你根本也沒有什麼特殊的背景需要去調查 那基本上面試官就是絕對不會屌難你 最後一點呢就是你去AIT面試的時候 千萬不要遲到 而且你文件一定要提早準備好 甚至都要準備兩份 因為如果你當天錯過了那個面試 或者是你當天才發現你的文件少什麼 然後你現在也生不出來的話 你就要重新申請 那重新申請不是說什麼你現在申請你明天就可以再來面試 可能通常就是一個月後了 那在申請簽證的同時呢 當然也是可以趕快收到下單機票了 就是你提前買跟兩個月前買 價格可能可以差到兩倍多 尤其是因為七八月是美國的旅遊高峰 所以那時候的飛機機票都是特別的貴這樣子 那在買機票這邊當然還是有一些美美嘎嘎 首先第一個呢就是你要選擇你的出發日期嘛 那你一定要先知道的是 簽證是有規定你的入境時間 通常是在你的開學一個月就可以入境美國 所以以我來說我是九月七號開學 所以我八月七號之後我才可以入境 所以請大家不要買太早 然後另外就是你可以稍微抓一下你需要多久的適應期 通常我看大家都是開學前兩週到 但因為我那時候是有遠端工作的一個因素在 所以我幾乎是提早了一整個月來這邊慢慢適應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大家可以看個人情況 購買機票的平台啊 我看很多人就是用Skyscanner跟Xpedia 然後兩個我都用過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這邊我就稍微示範一下Skyscanner 如果要買台北到紐約的機票大概講怎麼樣 反正你就選它的出發地啊目的地還有日期 那記得你要選單程 因為你就是要飛過去好一陣子 然後你也可以透過勾說你要一次轉機來降低機票的價格 那我自己認為如果你是提早買加轉機一次 700到800台幣2萬多美金就可以下單了 那如果你是提早買直飛的話 美金1000到1100大概台幣3萬多 我覺得這個價格都還蠻合理 另外最後一點就是請大家注意一下這個機票 包含多少行李 因為我當初很瞎 就看到一個超便宜的機票我就立刻先下單了嘛 然後來到起飛前的一個多月吧 我才發現這個機票完全不包含任何行李 但是不可能你來美國你一定要帶行李的 所以請他就是不要省這個錢 幸好當初換那個機票是不用多花任何手續費的 那我覺得這個機票它只要包含一個可以帶上飛機的隨身行李 以及兩個託運的行李箱這樣就夠了 我之後也會出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說 要怎麼打包行李什麼要帶什麼不要帶這樣子 那最後呢我就來跟大家分享說 欸那你拿到offer到飛往美國的這一大段時間 你除了我剛剛前面講的事情之外 你還可以做一些什麼樣的準備 首先呢就是當兵 男生拜託先當晚兵再出國 我認為如果你今天要出國念書 你就是有想要再來國外工作 那我完全不覺得就是你畢業之後再回來當個四個月或一年的兵 就是美國那邊還會等你 就是不可能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想在國外待著 就請你先當完兵再飛出去 然後第二件事情呢我覺得就是把握跟家人還有朋友相處的時光 我得坦白說來國外之後你真的會知道 那種寂寞的感覺是什麼 就是跟你在台灣可能跟家人在不同縣市的那種寂寞感 是完全不同等級的 因為在台灣你想回家就還是可以想辦法回家 但是在這邊就是不行 然後再來呢我還蠻推薦大家可以在台灣空閒的時候 趕快先把自己的履歷以及作品體整理起來 雖然你來美國之後不會馬上開始工作 但是我得說你生活上會有很多大小瑣事 然後你可能會要出去玩啊 然後當你寒假可能你真的要開始準備應徵工作或實習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你真的很難湊出一個完整的時間去好好改你的履歷已經作品集 就先把這件事情做好 這樣你來美國之後你就只要花一點點時間去做更精細的修改就好了 然後最後一點呢如果你真的很閒不下來的話 那我就建議你開始學一些新技能啊 或者是你可以看看有沒有那種四到六個月的短期實習 去增加你的硬實力以及你的履歷背景 我當初是這樣做但如果你現在問我 我會說你就把那些時間播給你的家人以及朋友 可能那樣更值得 我這邊也快速講一下我當初的時間軸 我一月拿到offer 二月到五月去當兵 然後六七月我有做一些短期的實習 然後有上一些現場課程進修我的設計能力 然後八月我就飛來紐約了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們美國留學大補帖的第一集 如果大家還有任何問題的話歡迎直接在影片下方留言 然後也很鼓勵大家加入我的LINE社群 即時接收我更多美國留學以及工作的相關資訊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大家記得去我的IG看我更多留言的生活分享 記得訂閱頻道 因為每週三晚間六點都會有新影片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OMG超累